小和尚只有五岁却遭到各大势力追杀 幸得忘忧大师相救并收为门下 本想度化小和尚的心魔 不料历经十二年自己却先一步作画 与此同时一副黄金棺材横空出世 听声音准没错 殊不知这棺材里装的 正是当年的小和尚 一场血雨腥风即将展开 江湖各大势力纷纷前来抢夺黄金棺材 护送之人更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 绿以心配酒 彭尼小火 晚来天日雪 能以 亦非 一路上唐莲不知解决了多少抢标之人 就连晚上他也不敢放松 只见两人谈笑间便进入了破屋之中 唐莲做好准备抬起指尖刃 就在他要出手之时 空气中却突然传来一阵强威之响 与此同时如同山间轻拳奔腾而下的女子声音传来 两人好奇地出门查看 果然是一人间难见的美女 可他却二话不说直接甩出一张飞铁 上面明明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 男子却异常的兴奋 只因他是江南霹雳堂雷家 雷武杰 而眼前两人却是杀手榜排行第九的月姬和明猴 他是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出入江湖就能有这等牌面 听到这话的唐莲纵身一跃挡在他们身前 明猴见到郑主现身提着二百斤的大刀 上来就是一招力辟化山 唐莲翻身躲过顺手发出三枚暗器将他击退 可这却牵动了他的内伤 雷武杰剑撞挺身而出挡在唐莲的身前 这却让月姬误以为他们本是一伙之人 当即拔出树一剑 树一剑金锯刀 能一晚上见识到这两样兵器的人不多 小兄弟你可看好了 话音刚落便出现在雷武杰的身前 不料雷武杰却反应迅速 还赤手接剑 把月姬所有的招式都打了回去 你的剑我见过 可我的拳你还没见过呢 随即雷武杰便使出雷家绝学之一的无方拳 逼得月姬连连后退 见雷武杰竟有如此功力 月姬便不再藏桌 只见他飞身入空 浑身蒸汽围绕 接着摆出诡异的姿势后便消失不见 下一秒却出现在了雷武杰的身后 这神鬼莫测的身法 逼到雷武杰只能慌乱招架 而他好不容易找到破绽弓向月姬 结果却只是一缕残影 这便是月姬的月影剑防影术 话音一落雷武杰翻身月姬 大喊一声便见他两眼冒火 这便是雷家另一绝学火灼之术 可就在这时 明侯突然感受到了强者气息 便叫上月姬准备离开 明侯这一刀狂暴霸 犹如千军万马袭来 而雷武杰却不闪不闭 火灼之术运转全身一拳碎千军万马 可却拦不住明侯的近身一刀 明侯并没有继续攻击 他还是忌惮刚刚那股气息 随即收刀离开 而这背后之人便是魔教天外天的白发险 而他的出现却注定了要引来一场兴风 首先出现的就是 玉外魔宗天外天的护法白发险 世间武功分为九品 之上还有四大境界 分别为金刚 自在 逍遥 神友 而他已经踏入了逍遥天界 就在这时一名少年踏空而来 只见他将手中之物重重地砸于屋底 接着手掌一拍 这盒子的机关便开始转动 他只是简单地喊出几个名字 这匣子里的剑就如同活了一般 龚象白发现 刚才还无人能敌的他 现在也只有躲闪了份 他便是无双城最有天赋的小师弟 百年间也只有他才能驾驭这无双剑侠 白剑仙刚说完却转身就走 因为他的目的是刚刚出世的黄金棺材 并不想过多纠缠 而此时一个人守着棺材的雷武姐 也正在被人围攻 他刚要用出雷家无方拳 却被这群人死死压在身下 只见他双眼闪现火光 下一秒火光围绕周身 这便是雷家另一绝技火灼之术 可这招虽然厉害 但却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雷武姐也因此遭到反噬 这却让带头的黑衣人看到了机会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个铁球出现挡住了双刀 原来是雪月城大弟子唐莲 而他更是出置于唐门 只见他手指一用力 铁球顿时旋转开花 上千只钢针从中射出 佛怒唐莲犹如暴雨漆花 黑衣人没想到他竟然能从白剑仙的手中存活 可他们也留有后手 只见他们动作整气滑一 一掌拍向地下 顿时火花四箭 再找他们人影却踪迹全无 可唐莲却一眼就看出了端倪 这是魔教的孤虚之术 在这阵中之人都会陷入幻境之中 他们就会隐藏其中 虚虚实实让人摸不清真假 但唐莲却一招就打得他们口吐鲜血 唐莲告诉雷吾杰 既然是幻境那就闭上眼睛 右耳朵听声变味 当你身边的人被撕裂的时候 就是敌人暴露自己位置的时候 天风 不得不说雷吾杰确实天赋异点 只是听一遍就能融会贯通 可带头大哥这时却吹起了笛子 唐莲的听风便为帐幕杀人之法 顿时就失去了作用 逼得两人只能被靠被防御 危急时刻一杆大枪凭空出现 接着一黄衣少女袭来 黑衣人的带头大哥被打下房顶 一杆迎枪也紧跟着给他来的透心凉 来人正是枪先之女司空迁落 没想到月姬和冥猴一直藏在暗处 就等着阵法被破开 而如今黑衣人的带头大哥已死 唐莲他们又被耗去了大部分的内力 现在正是两人出手 抢夺黄金棺材的最好时机 随即冥猴便动了手 月姬紧跟其后 而冥猴并不恋战 找准时机一把举起黄金棺材想要离开 可这时唐莲的暗器却打了过来 冥猴虽然躲得开来 但黄金棺材却脱手而出 这一下竟直接摔掉了棺材盖 就在众人全部好奇里面装的究竟是何物的时候 一只手却伸了出来 紧接着一白衣和尚从里面站了起来 他便是魔教教主之子 无心 只见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眼中金光闪烁 黑衣人全部闷声倒地 而这就是罗刹堂三十二门禁术中的 新魔影 就看无心双目一睁 这眼眸似要是人心神 不过片刻 几个蒙面黑衣进阶倒地 反观明侯面色淡定 似是早已知晓这关中人 十三年前望一楼 自家满门遭土路 唯独明侯性命 却偏偏失去了这一段记忆 自己苦苦寻找无心 就是要找回这段封存 可只是一眼 明侯便已是面路扭曲 那真相似极为残酷 惊骇万分 一念成佛又念魔 明侯失之一礼 便带着月姬转身离去 随后只见无心缓缓转过身来 四目相对下 雷无结语消瑟到无其他 只是这唐莲的眼神却逐渐扑朔迷离 幸好一声怒吓传来 一指尖在无心身上快速掠过 来人是九龙门无缠 正是无心的师兄 原来无心虽身在佛门 却将罗刹堂三十二秘术进学全 方才乃窥探人心之术 便是心魔影 高阶武学长红人影 妄忧大事临终之际 便是要将无心送往九龙门 以金刚扶魔神通废其身 那魔教对你师弟感兴趣 也是因为罗刹堂秘术 魔教 知道魔教太多的事情 对你们没好处 他说的没错 想不到这马车之上 不知何时已站立一人 天外天 白发青 若是在十二年前 这确实是一个震得住的名字 谁能想到面对如此高手 唯一一个淡定自若之人 却是个不会武功的废人 不会武功 接下来的路可都是险路 公子不会武功 还是不要淌这滩浑水的好 其实他本是一个百年难遇的天纵之才 十六岁就踏入了逍遥天境 只差一步就能迈入传说中的神游玄境 但却遭到仇人暗算 浑身经脉禁断成为一名普通人 为了躲避追杀 他改名萧瑟开启了客栈卫生 不料却总是被小混混欺负 不仅生意惨淡 就连小二的工资都发不起 直到这天遇见了刚入江湖的雷武节 他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 可他虽然打跑了小混混 但却被萧瑟给讹上了身 萧瑟自此关闭客栈跟在雷武节的身边 其料却卷入了抢夺黄金棺材的风锅中 这黄金棺材乃含水自镇四之宝 可压制所躺入之人的浑身内力 压制 躺着的小和尚无心 他用十二年就学会了罗刹堂三十二门秘书 而他真实身份却是魔教教主之子 所以才会用黄金棺材封印他 习得任意一门便能深具神有 想不到你的师弟竟一下学了个拳 而无心却也因为习得这无上攻防 引来了江湖各大势力的窥探 这其中就有天外天的白发仙 把人交出来 我放你们一条生路 做梦 话音一落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可纵使雷武节等五人一起围攻 也奈何不了白发仙分毫 只因他已经迈入了逍遥天境 不过萧瑟却想到了办法 那怎么办 就这个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 这箱子里装的便是纱布剑 只见雷武节高高跃起 随即手指划过剑身 顿时雷声乍响火光抛天 这一招使得周围的空气都炽热难难 随着马车炸裂 白发仙却毫发无伤 但这却激怒了他 长剑杀布 你是雷轰的弟子 一个个的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们 说吧他终于要拔剑了 可只是这个过程 周围无数的碎石就已经悬浮于空 带到他拔出长剑 随手一挥竖道剑气重红胶续 脚下的马车瞬间炸裂 众人也被击飞倒地身受重伤 而就在此时唐莲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声音 喂 你还能不能站起来 别看了 只有你能听到 如果你还有一点力气的话 那就站到我的面前来 原来是躺着的无心 面对逍遥天静的白发仙 唐莲已经没有了办法 只好听从无心的安排 就在白发仙要发出致命一击之时 无心的手掌猛然拍在他的后背 唐莲顿时鸣雾 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 体内石海仿佛万物生长 就在此时他领悟了唐门绝技万数飞花 一瞬间他甩出了身上全部的暗器 透骨钉 龙须针 铁吉林 各种暗器源源不断地射向白发仙 最终白发仙的真气屏障被击住 他也被打下了万丈深渊 无心醒来后却带走了萧瑟和雷无杰 他要让两人陪自己完成一件心愿 而他把能够窥视他人心魔的心魔影交给了萧瑟 同时交给雷无杰的却是罗汉犬 三位少年就此开始闯荡江湖 他举起沙包大的手掌 却打向了一个孩子 老和尚本是精通佛法六道的禅道大师 却偏偏收留了魔教教主之子 可同时他还将害死他爹的亡人孙留在庙中 就是他 害了我爹 你要你杀他 现在就杀了他 杀了他 诸法因缘生 因缘尽无名 江湖上的恩怨情仇 等你长大了 自会定夺 他想用自己一生的大智慧来磨灭小和尚心中的魔性 经常给他讲一些深奥却含有深意的大道 可在这十二年里不断有人上门逼迫他交出小和尚 最终他自己竟产生心魔就地作画升天 如今小和尚为了报恩 他带着舍利来到了大凡因此 不料却遇到了五大间排名第二的锦仙公公 话音刚落突然出现一名醉酒的和尚 而他正是当年的那位碎空刀王仁孙 下一秒手中之刀就被夺取 待他反应过来 王仁孙已经用出了他的绝技 只见他一刀挥出 真气化虚为实 无数钢刀围绕周身 接着就尽数弓相叫声 结果如此刚猛霸道的一击 教中人只是随手一挥 便轻松化解 掌香大剑 锦仙公公 而这锦仙公公在江湖上 还有一个响亮的称号 风雪剑审静周 逍遥天境的高手 此次前来却是为了小和尚无心 既然来了 那就下来 劳烦掌香大剑 不远千里来找我 真是无心 锦仙公公是带着命令来的 所以这一战在所难免 只见他拔剑出鞘的同时 寒气瞬间就冰冻了地面 因为他知道无心学会了 罗刹堂里的三十二门秘书 那可是只要学会一门 就能进入传说中神幽静的功夫 结果无心却学了个拳 听说你学会的奇奇怪怪的 武功有很多 这一次打算用什么呢 只见无心嘴角微微一笑 下一秒消失不见 一道道金光汇聚成金网 将锦仙困在其中 大刺魂手 大悲故事 你也学会了 话音刚落 无心突然从背后穿出 锦仙侧身躲过 不料无心却眼冒金光 这正是杀人于无心的心魔影 其料锦仙只有一瞬的视身后 便恢复清醒 随着他的一声大喊 风雪真气瞬间吞没金光 无心的大搜魂手被破 接着他一剑破金中罩 二剑寒冰如龙势不可挡 无心眼看躲不掉 随即双手核实 再次使用金中罩 奈何还是挡不住锦仙这破天一剑 见到无心落败 王仁孙举刀袭来 可他的碎空刀在锦仙面前不堪一击 只是轻挥一剑便将此破址 岂料当萧瑟纵身飞下 他却大惊失色 随即便收刀入鞘 来势汹汹的他看到萧瑟后 竟就这么的离开了 而后无心走向王仁孙 十二年前他无力为父报仇 如今他已经到了自在地境 还掌握了百年来无人学会的三十二门秘书 王仁孙以为他是来找自己报仇的 可当他把刀递给无心时 他只是握了一下便送了手 十二年间他受到无忧大师的教诲 如今早就看透了一切 而他来此只是为了给无忧大师做一场法事 让自己的师父能够魂归故障 谁也没想到无心一路逃脱 竟就是为了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完成心愿后 他也知道自己身为域外魔教教主之子 却习得了罗刹堂的三十二门秘书 所有的武林人是不会让自己离开的 寒水寺无心前来破阵 面对九龙派的阵派神通本相阵 无心使用的并不是武功 而是心魔影 此功法可以窥探人的心魔 甚至能唤起他人已经失去的记忆 这世上也只有无心一人掌握这门武功 大绝掌门 你若再不睁眼 你的师弟们可就要死了 大绝深知此功法的厉害 他之所以不敢睁眼 那是因为他在等 现在大绝的伏魔神通金刚肢体一成 他也不再畏惧无心的心魔影 无心的攻击打在他身上 更是如同打在铁山上一般 一点伤害都没有 而大绝的一拳就让无心深受重伤 无心你怎么样 好疼啊 这时一旁的萧瑟提醒无心 虽然大绝的神功已成 但这金刚之体极耗内力 只要把他拖垮就行 恐怕心不痛 本相阵最后一阵 本相皈依 此时七人的内力全在大绝一人身上 如果要耗 十八仙耗死的 会是我吧 那你想怎么办 无心的办法就是以力破力 他要做大罗金刚 无心就要打他的原神剧灭 不得不说无心这外表妖邪的和尚 却有着一颗纯炎的内心 接着两人就是一顿硬碰硬 虽然无心身怀各种秘法 但面对大绝的绝对方法 无心根本就打不出伤害 反而一旦被抓住 自己的血条却蹭蹭地往下掉 就在这时无心的大师兄感到 但却同样不是对手 雷无杰上去更是白给 眼看着大绝就要对着无心 放出最后的大招之时 唐连及时赶到 只见无数的暗器朝着大绝射来 这么源源不断的攻击 最终还是破开了他的防御 就在众人极力劝说大绝之时 萧瑟却发现了大绝的不对劲 小心点 大绝状态不对 没想到大绝自己竟然走火入魔 正开搀扶他的师弟们后 随即就用出了九龙浮魔阵 硬生生地吸走他师弟们的功力 而发现了不对劲的众位少侠 再想上前阻止已然来不及 无心见状再次冲了上去 他躲开大绝一记重拳后 便飞身入空 同时抓住他的手臂开始转圈圈 这便是三十二门秘书中的悲天迷 他觉得空里在消散 这是什么邪说 只能化掉敌人的功力 看清楚了 无心的功力消散了更快 这是一种同归于尽的秘书 废掉他人功法的同时 自己一生的修为也会随之耗尽 无心之所以这么做 那是因为他知道 自己身为魔教教主之子 却学会了罗刹堂里无人参悟的秘书 若是不废掉这些武功 那么他将永无宁日 大绝掌门 你这几十年的功力 已被我亲属回去 但你放心 你们罗刹堂的三十二秘书 我也绝不会带走半分 被化去功法的大绝 也从走火入魔中醒来 他也因此获救 原本以为九龙门的人离开 他们就可以安全地下山 可没想到无双城的人 在这个时候冲了过来 他们想要的也是无心 就凭你卢一宅 还有那个叫无双的小 当然不是 就凭我无双义 说吧手掌一拍 无双剑侠启动 年轻一代四大翘楚 被他的飞剑逼得节节败罪 而他却坐在墙头悠闲的看戏 原本以他的年纪 可以操控四把飞剑 就已经是万中无一的天才 结果下一秒他竟又开口了 竟然还有第五把飞剑 而如此妖孽之人 便是无双城最小的师弟 无双 他十岁就领悟了剑星 百年来也只有他能操控这无双剑侠 如今更是能操控里面的五把飞剑 眼看众人接连败下阵来 萧瑟更是命在旦夕 这时无心突然冲了出来 我才刚休息了这么一会儿 你就变得如此老人 看来还是需要我 来扭转乾坤 有力好地在这儿呢 两人的这一战 也是决定谁才是这一代第一的天才 可让众人有些发懵的事 就在刚刚无心为了救下大绝 已经自费武功 为何如今又变得更加的厉害起来 这不是罗刹头 这是真真正正的六通之术 难道这就是师父说的一面乾坤 废去了一身秘术 而喜得了六通之术 无心现在用的是佛法六通 虽然他废去了罗刹堂的三十二门秘术 却因获得福 让他领悟了佛法六通中的天二通 神足通还有天眼通 只要有点意思 才能打下去 你要如何有意思 无双剑状才开始认真起来 控制五把飞剑全力攻向无心 而无心虽然只领悟了六通之中的三通 但也有着震撼天地之能 两人的交战打得天昏地暗 只是无心以为无双只善于远风 却没想到他竟用这无双剑侠 给了自己一记住着 无心也马上给予团击 不过无心刚刚经历了多次大战 拦住了风雪剑沈靖州 又大破九龙门的本象阵 最后还废去了一身的武功 如今身体早已不堪重力 就在无双甩出这一剑后 无心就没有了再战之力 糟了 他受了伤太重了 都极限了 看到无双再次飞起 无心双手合十闭上了眼睛 可等了半天却没有感到任何疼痛 他在缓缓睁开眼睛 却发现雷无杰挡在了他的身前 而无双见到雷无杰竟有如此兄弟情谊 便收回了飞剑 为何不继续了 与人尽兴 便不想打了 可他却不想放过这大好良机 便命令众弟子借机简陋 就在这危机时刻 一旦大枪从天而降 只是插入地下的气窝 瞬间就将他们震飞 随着尘土消散 枪胆之上赫然站立一人 他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是人是谁啊 你要记住这个人 之前你遇到的风雪剑沈靖州 最同刀王林森 最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而这个乃是当今用枪第一人 他乃是雪月城的三城主 司空长风 刚才你留守了 不然的话 他们几个不死也会重伤 多谢了 为了感谢无双刚才的手下留情 司空长风随即便动用内衣 强行打开无双剑侠 里面的飞剑悉数飞出 在他的控制下围绕周身 接着只见他朝着剑侠再以用力 一只火凤直指天群 其他长剑排列在他身后 似乎再向他沉死 而这把剑便是十大名剑主 排名第二的大明珠雀 展示了一遍后 他收剑入鞘 将剑侠还给了无双 欲剑 欲枪 道理总是一样 多谢枪仙指教 既然枪仙在此 无双城再想带走无心已然不可能 他们也只能无奈离开 而司空长风来此的目的 却是要让无心回到天外天 同时来此的还有白发仙 可无心并不想回到魔教 只想留在寒水次 但奈何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他的命运就已经注定 殊不知待他再次归来 三兄弟将先动整个江湖 男人誓酒如命 每次喝醉就会爬上屋顶 但不论怎么摇摇晃晃 就是不会掉下来 这却看呆了出来乍到的雷无杰 他想尝尝这究竟是什么酒 上来就干了一大碗 可结果 雷无杰不知道 此人乃是这雪月城大城主 九仙 百里东军 而他更是这世间 战力排名第二的存在 仅次于仙人墨一 他已经做到持剑可为剑仙 挥刀变成刀仙 只是他偏偏爱用一双拳头 又酷爱酿酒 这才被称为酒仙 他告诉雷无杰他刚刚喝下来 正是他亲自酿出来的风花雪夜 雷无杰年轻气盛又是血气方刚 怎会受得了这激将法 当即一饮而尽 瞬间第二碗就下了肚 可这下他浑身犹如果分 真气在体内横冲直撞 他也只能释放出去才能缓解 这次他反而毫不犹豫地来的一口闷 只因他已经感受到了这酒的好处 他的火灼之术 竟直接突破到了第三重 要知道这算他天资聪明 也得需要三年才能到达 没想到只是喝了三碗酒 就轻松到达了 就在他要喝第四碗的时候 白里东军却转过了身 因为三碗已经是雷无杰的极限了 而白里东军今天是特意来帮他的 白天的时候雷无杰就闯了登天阁 以他精当劲的功力 又有无心教他的天下大自在 无敌伏魔神通 他一路通关直接打上了十四层 结果这层的首格人竟然是唐连 为何非要闯着登天阁呢 我来这雪月城 是为了见一个人 但若想见到他 就必须闯着登天阁 若是真跟师兄动起手来 我使是莫怪 随即两人便动起了手 唐连用出了唐门绝技刀丝阵 雷无杰也用出了他最强一招 火灼之术 可结果没想到 最后获胜的竟然是雷无杰 我这刀丝是天下绝顶武器 竟然还没有敌过你这火灼之术 我不是你的对手 你走吧 在唐连明显地放水下 雷无杰有了登上十五层的资格 但唐连却劝他回去好好修整 因为十五层的首格人 乃是首格长老 这整个登天阁也只有他 在这阁里一待就是整整十年 而这人的功力更是与雷无杰有着莫大关系 结果雷无杰回去后 就遇到了百里东军 直接帮他把火灼之术提升了三重境界 隔天雷无杰直接来到了十五层 而这首格之人正是雷家 雷云赫 晚辈雷无杰 见我师叔 是雷轰让你来找我的 你回去告诉他 别白费力气了 师叔 我来这雪月城 不是来找您的 你是专程来替我的吗 雷云赫当初与雷轰齐名 一得志满的他便打上了望城山 想要挑战同辈中的第一人赵玉珍 结果被赵玉珍的轻削剑斩断了手臂 从此销声匿迹 如今武功境界更是跌落至自在地境 但即便这样雷无杰一样毫无还手之力 可雷无杰的不屈精神 却让他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所以这一拳他并没有闪躲 雷无杰没想到他这一拳 却打得雷云赫顿武 只见他手掌惊雷闪现 整个城中天气随之大变 天空一道惊雷劈下 门窗直接碎裂 雷云赫的功力这一刻从回逍遥天境 他这才明白 自己那一战后境界跌落 并不是因为受伤 而是心态的颓废 随后他便叫来自己的座驾先河 再次前往望城山对战李玉珍 而雷无杰也终于站上了登天阁底 雷虹坐下弟子雷无杰 问剑雪月城 求剑雪月剑 李寒一 雷家宝 喊什么喊 吵死了 李寒一乃是当时五大剑仙之一 十九岁就以一人之力对战魔教八大长老而圣旨 从此江湖人称雪月剑仙 问剑雪月城 就凭你手里的这把杀猪剑 我现在已经来了 你出剑 雷无杰出生牛毒不炮 当即亮出最强绝学雷家火灼之术 如今已经被他练到了第三重 可这权力一击 李寒一只是随意一挥手 雷无杰就差一点掉落登天阁 听说你学习了雷家的无方拳 还像天外天的少宗主 学了另外一套拳术 两套拳法 一门秘术 应有多少心思 可以放在席剑上 雷虹那个混蛋 话音一落里寒一飞身上前 一剑挥出 阁内第一层的茶杯 齐刷刷分为两半 接着整个登天阁却一分为二 而他只是随手一指 树道红铃飞出 缠住阁身这才未让他倒塌 如此惊天一剑 让雷无杰彻底明白了何为剑仙 这就是剑仙一剑的威力 当年我持枪站在阁底 满城风雨化为一枪 可由此风采一半倒流 就在此时阁内又出现一少年 看到这一剑的威力震惊故隐 但却满脸的兴奋 随即一跃而上 他也来问见李寒一的 结果刚摆好架势 李寒一又是一剑 登天阁的另一边随着白光闪过 再次被齐刷刷切开 少年也跌落到了雷无杰面前 两人商量好后再次冲上阁底 只见雷无杰手掌划过纱布剑 顿时雷声乍天火焰布满剑身 而少年剑身藏于身后 瞬间一剑花万剑 而李寒一也终于拔出了他的剑 此剑名为铁马冰河 天下十大名剑中位列第三 人间致寒之剑 剑是霸道 如铁马踏破荒原 此剑一出雷无杰两人剑身都开始瑟瑟发抖 接着满城桃花飞向李寒一 这绝美景象世间罕见 剑名一出白光闪现 漫天飞花散落全城 此景只为天上有 人间又有几回闻 雪月剑仙的这一招月息划尘 堪称绝世一剑 两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 背着桃花一路护送到地面 随后李寒一来到两人面前 拿起李凡松的桃木剑 静一下就给掰成了两剑 紧接着一挥手把他扔出了雪月城 只因他是望成山李玉珍的弟子 而他却收了雷无杰为徒 作为拜师领 李寒一将听语剑送给了他 可雷无杰用尽浑身解数 却怎么也不能拔剑出桥 因为听语剑乃是剑灵种所主 是风雅四剑之一 具有灵性只有认主后才能拔出 而让他认主就必须要有拔剑的意志 如今的雷无杰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要拔剑 他原本想找萧瑟问个明白 不料却遇到唐莲和萧瑟拼酒 可就在两人喝得鸣顶大醉之时 雷无杰却发现有人夜闯雪月城 并且去的方向还是他的师父李寒一的闭关之所 他赶紧上前阻拦 你是谁 我还想问你是谁呢 我可以说我的名字 但你敢听吗 此人虽然浑身充满王霸之气 但雷无杰却不卑不抗 为了守护师父闭关不被打扰 他当即就跟此人动了手 结果他的绝招火灼之术 却被眼前这人轻易地给拦下 就在雷无杰猜测此人的身份之时 只见他亮出了自己的兵器 没想到却是一把断剑 可却惊呆了雷无杰 断剑 一箭断水千将绝流 是无双城城主宋燕回 但即便知道他是无双城主 雷无杰依然也要守护师父闭关 即使被宋燕回虐个千百遍 就连倒地不起雷无杰也要拉住他的脚 只要我还没死 你就不能过去 要知道宋燕回乃是无双城城主 早已经是逍遥天境的顶尖高手 而正是这毫无畏惧的守护意志 让他第一次地拔出了这听语剑 只见满山桃花涌入周身 这便是他师父的成名绝技 剑名 喜花臣 雪月剑仙 李寒一所传 这绝美的景象和磅礴的气势 让宋燕回终于拔出了手中断剑 剑名 千江绝流 然而功力上的差距 让雷无杰直接被打飞出去 但却被人稳稳接住 来人正是他师父雪月剑仙李寒一 师父 我明白拔剑给理由啊 说罢雷无杰便晕了不去 但他拔剑的意志正是李寒一最担心的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眼前这宋燕回 他曾经三次来找李寒一问剑 但每次李寒一都是将他击败的 可如今他伤了自己的徒弟 还逼出了他的守护意志 李寒一他怒了 从今天起 你将不再奢望 敢战胜于我 来吧 面对宋燕回的一剑断水 李寒一剑挥出 只见惊雷闪现 天空一变 而这却惊动了雪月城三城主 司空长风 落霞 你见过剑仙一怒的剑吗 因为平时轻易不动弄 所以一怒拔剑时 便可毁天灭地 寒一生气了 因为落霞和宋燕回有着微妙的感情 所以司空长风是让他去救宋燕回 毕竟他是天下四成之一的无双城城主 而他还是李寒一的朋友 宋燕回这才逃过一劫 终于能拔出听语剑的雷吾杰每天苦练 只为能早日接下师父的三剑 因为两人有过约定 什么时候他能接住李寒一的三剑 到时候就跟着他回雷家宝见雷红 为了完成这个约定 雷吾杰勤学苦练两个月 如今就要和师父过招 我来旅约了 我有三剑 请天试枕 好 只见他剑指天穷 漫山桃花开始向他汇聚 剑术不如 随即李寒一伸手招来铁马冰河 同样的招式运用同样的功力 一剑挥出 两人纷纷退回原位 师父 这一剑 突然算是接下了吧 勉强算是接下了 不过 只有这个程度的话 你接不下剩下两剑 雷吾杰也知道却是如此 当即收剑大喊一声 剑挥 只见当初被李寒一插在登天阁的纱布剑 温翁坐享随即便自己拔出 犹如一道流星般划破雪月城的上空 响应雷吾杰的召唤 杀布剑闯过山剑稳稳落入雷吾杰手中 只见雷吾杰左手烈火雷鸣杀布剑 右手寒气绵绵听语剑 这便是他的第二剑 双手剑术 随即雷吾杰同时使出杀布剑的轰雷 和听语剑的指云烟 这便是他如今的战力巅峰 但随着白光闪过 惊雷消散 雷吾杰真的接住了李寒一的第二剑 接得不错 不过你这双手剑 应该是原本准备的第三剑吧 要是没有更强的剑 那么今儿的事件 就 雷吾杰转过身却捡起了地上的枯树枝 走到李寒一面前 告诉他这就是他的第三剑 我姐姐所穿 散才剑法 原来他已经猜出了李寒一的身份 那日他用树枝抽打自己时 就已经让雷吾杰有所察觉 如今李寒一刚刚使出的平地一声雷 正是雷门雷轰所创之绝技 他便是从小教自己武功的亲姐姐 见状李寒一摘下了他的面具 此时雷吾杰早已气不成声 而他也这才从李寒一的嘴里 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他的父母也是赫赫有名 叱咤风云的人物 他本是天启四守护的青龙使 却要违抗黄命节法场 为了救下狼牙王 李星月孤身一人前来劫法场 虽然这些守卫被他横扫 但皇帝旁边还有五大尖和一个国师守护 他想要带着狼牙王离开那是不可能的 可就在这时 国师突然察觉一道强大的剑一袭来 话因为落剑已先到 来人正是雪月剑仙李寒一 同时他也是李星月的女儿 此次前来势必要带走母亲和狼牙王 可谁也没想到 就在这时狼牙王走到李星月身前 轻声几句后便举剑自吻而亡 这就结束了吗 那么萧氏皇族当中 难道就没有人愿意为狼牙王上一直言吗 自然是有的 那人就是六皇子 萧楚河 所有人都知道狼牙王是冤枉的 他一生终意获得众人拥有 甚至打下这天下都是因为有他 各方高手才出手相助 也正因如此明德帝才必须让他死 而六皇子萧楚河乃是天纵奇才 年纪轻轻就进入了逍遥天境 本是太子的最佳人选 可他不愿让狼牙王蒙冤 独自一人在大殿上为其争辩 因此触怒了龙眼 被贬为数人流放青州 不料半路却遭遇剑仙截杀 虽然侥幸逃过一命 但却武功竞费成为了一个普通人 而狼牙王对于自己的死早有预料 他提前让天启司守护答应他一件事 什么事 狼牙王请求 在之后传习天启司守护 令牌之人 可继续承担着守护之责 守护那个 承载着这个王朝未来希望的那个人 这个人便是六皇子萧楚河 如今李寒一既然和雷吾杰相认 而雷吾杰却和母亲一样 都是用守护意志拔剑 所以李寒一把青龙令传给了雷吾杰 可他这个夯货却根本不知道萧楚河就是萧瑟 与此同时明德帝已经知晓了萧楚河就在天启城 便找来了二皇子白王前去传指 只要他肯从回皇城 便赦免他的一切罪责 恢复他永安王的名号 却不料被萧瑟当场拒绝 你敢不接 我就是不接 为何不接 萧瑟从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 狼牙王原本就是被冤枉 当初他西处狼牙王谋逆的十二条疑点 听得不少老陈落泪 但明德帝却还是一意孤行 如今萧瑟又怎么会接这道质疑 并且萧瑟知道眼前的这位二哥 其实也不想让自己回去 因为他清晰地记得 就在他出城之时 有一人提借而来 那人便是当时五大高手之一的怒戒先言战天 而他正是二皇子的师父 不管你信不信 并不是我派他前去的 并不是你派去的 那他去前你是否知道 是否知道 又假装不知道 此时的二皇子并不想继续纠缠这个话题 他受皇命必须要把萧瑟带回天启城 可萧瑟偏偏就是抗旨不尊 抗旨不尊乃是死罪 那你敢杀我吗 带他走 是 就在护卫出手之时 必敢长枪突然袭来 来人正是司空迁落 在他眼里萧瑟只能被他欺负 别人绝不可以 眼看这侍卫就要被枪刺中 二皇子却大袖一挥便化解了这一枪 随即侍卫便刺出长剑 不料萧瑟却挺身而出 愿由这剑刺穿自己的肩膀 二皇子剑撞这才转身离开 他是故意解的这一剑 不错 你生死相抗 本王就没有理我再逼迫他了 然后雷家宝的英雄宴即将开启 萧瑟便随着雷无杰一同赶往雷家宝 可让萧瑟没想到的是 雷无杰却绕道来到了望城山 他要为他姐姐 问剑 赵玉珍 傻小子不知天高 带着兄弟来闯望城山 问剑到剑仙 可结果 随着剑招驶出 漫山的桃花汇聚而来 看得赵玉珍有些出神 可当雷无杰一剑击出 只见赵玉珍还在发呆 但这凶猛的剑气却无法伤其分毫 赵玉珍有真气护体 就算你出一百招也伤不到 赵玉珍乃是百年一遇的武学器材 他六岁就习得大龙巷帝 十一岁开始修炼无量剑法 十六岁就成为了望城山的天使 如此成就让他成为了历史第一人 但他却三十年来从未下过山 只因他师父算出他太过妖孽 只要下山就会遇到天解 唯一的办法就是修炼到 传说中的神游玄境才能破解 所以他一直苦心修炼 可却不料竟被雪月剑仙李寒一找上了门 赵玉珍见到有人闯山 不但没有一点反应 反而却邀请他坐下来一起吃桃子 这可惊呆了李寒一 要知道这可是冬天 桃树都枯萎了 怎料赵玉珍的回答却差点惊掉他的下巴 我将李火振兴诀 注入我这桃木剑中 插在树下 再过半个时辰 就能找出桃子了 李火振兴诀 望城山的至高心法 你居然用来种桃子 那不然 恋他做什么 李寒一顿时觉得这人 怕是脑子有问题 随即自爆家门要来与他问剑 可赵玉珍却怕耽误桃子长大 气得李寒一直接就动了手 血剑一头太以狮子闪现 一声怒吼将其击退 我是来问剑 不要给我这些法术 你人怎么这样 我现在还不能出剑 为何 我的剑插在这树下 拔了剑 就吃不了桃子了 现在的李寒一还不了解赵玉珍 以为他在作弄自己 一气之下 他便将满树的桃花全部打落 吃个屁 这下赵玉珍怒了 只见他手指掐绝一声剑起 李寒一手中的听语剑 却瑟瑟发抖不听使问 只是这一个呼吸间 赵玉珍已经迎面而来 一剑劈下 李寒一面具当场碎裂露出了真容 却看待了赵玉珍 你应该是仙女吧 没了面具的李寒一 在赵玉珍这火辣的眼神下 突然变得娇羞起来 三月之后 我再来问剑 自此之后赵玉珍就坐在桃花树下 日夜期盼李寒一的到来 但春去秋来也不见李寒一的身影 就在他以为漂亮的女人 都会说谎的时候 却传来了李寒一的声音 傻小子 原来李寒一是去寻这把天马冰河剑 随即李寒一便一剑刺出 哪成想赵玉珍却用大龙向力与之对战 并要求李寒一只有摘下面具 他才会用剑与之对战 无奈之下李寒一只能将面具摘下 赵玉珍这才满意一笑 随手招来木剑桃花 纵身一跃跳上房顶 只见他剑指苍穹 随即一剑画万千 这便是他的另一绝学无量剑阵 李寒一同时也用出他的月系花尘 数万桃花汇聚周深 惊得赵玉珍脱口一句好美 两人交战惊天动地 但也因此种下情根 也为日后的悲情埋下火根 这一战未分胜负 两人相约一年后再战 到时李寒一便要带他下山 我得问下长教师叔 他如果不答应 我便打得他答应 兰了十六年 终于还是坠了凡尘 为了能够跟着李寒一下山 赵玉珍必死关冲击神游禁 不料这时却遇到雷云鹤闯山 虽然赵玉珍一剑斩断了他的手里 但却也因此冲击失败走火入魔 就在众师叔全力抢救之时 雷轰又找上了门 幸好被郑桥赶来的李寒一拦下 跟他说一声 我来过了 接下来的事情你应该都知道了 最终天道没能修成 你和长教都负了伤了 没过多久长教过去 此事就再无人提起 就这样赵玉珍以为李寒一没有来 而李寒一却误以为赵玉珍不想见他 两人错过了这么多年 如今却被雷云姐捅过 只等赵玉珍可以下山与姐姐相聚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杀手组织的暗合 已经清朝而出联合堂门 即将血洗雷家宝 他刚一出生就天降一响 之后更是一路开挂 六岁习得大龙象之力 十一岁就开始修炼无量剑阵 如此逆天却三十年不敢下山 只因师父算出他有天节 可如今他有了必须下山的理由 他强行下山只因感应到了 李寒一有危险 而此时血月剑仙 已经被暗合的苏木鱼给南下 来人正是暗合谢家谢七刀 然而要想留下李寒一 仅凭他们两个还是不够看 所以他们还请来了堂门的三位长老 暗合本就是杀手组织 再加上专攻用毒盒暗器的堂门 这样的配置也是头一回 只因他们要对付的人 来世间战力排在前五的存在 好一柄铁马冰河 说罢谢七刀第一个冲了上去 此人向来狂妄 但却同样有着足够狂妄的本事 之所以叫谢七刀 那是因为他杀人从来没超过七刀 可面对李寒一他六刀过去 自己却被打得连连后腿 说罢只见他提刀插底 开始脸试 浑身气力将聚于这一刀 而还不待他完成启示 李寒一便一剑挥出 只落云烟弓最后 尸城诸玉看朝环 一招之下无人能敌 不料就在此时 挟刺李杀出一人 在他的偷袭下 竟然打落了李寒一的面具 来人正是暗和大家长 苏昌和 不愧是剑仙一剑 只是可惜了 你难道没有发觉 你的剑仙境界被压制 没想到暗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竟在这竹林里布下了阵法 用来压制李寒一的境界 同时还撒下了唐门毒物 无色无味一旦吸入 就会慢慢腐蚀内力 而苏昌和就是等到李寒一 已经内力扑解才出现 不得不说此人真是阴险狡诈 可想不到李寒一的功力 还是出乎他的意料 如今依然能使出最后一剑 只见电闪雷鸣围绕周深 但却因为内力耗尽 李寒一被苏昌和一掌击飞 眼看威夷 就在此时竖把桃木剑袭来 苏昌和却被一招震腿 来人正是李玉珍 只见他周深桃花围绕 稳稳接住李寒一 这一刻世界仿佛只有两人 只见苏昌和几元一起攻来 却被赵玉珍一招太乙狮子吼 全部震腿 就连整个山剑都为之颤抖 接着他手指天穷无数桃木剑 应声而出 这便是他的另一绝学无量剑枕 看得唐门长老直发懵 这无穷无尽的剑 对着他们疯狂输出 打得他们毫无招架之力 眼看就要被穿个透心凉 唐门三长老用出了 唐门暗器暴雨离花针 危机时刻 赵玉珍进一步踏入神友 只见他一剑挥出 时间仿佛静止 接着又是一剑挡回毒针 唐门三长老当场自食恶果 暴雨离花针 一共二十七枚细针 唐门中了三针 我结架了二十三针 还剩一针 赵玉珍当即一惊 回身查看竟发现 那一针镜打入了 李寒一的脖口 他也无心在战 强行挥出神友 近一剑将他们击退 带着李寒一飞身离去 虽然赵玉珍倒剑双修 但却不会医术 正在心急如焚之时 幸好遇见了如剑仙谢轩 他用银针封住 李寒一的五道大雪 然后赵玉珍再用针气 吸出他体内的毒针 却不料因为刚刚那神友一剑 早已针气混乱 这跟针镜直接钻入了 他的体内 最终李寒一虽然救了过来 也答应了他的求婚 可婚礼当天赵玉珍 却死在了桃花树下 成为了所有人的一男平 他们是从未施过手的杀手组织 雪月剑仙被他们打得身受重伤 差一步化现得到剑仙 更是死在他们的手中 可如今却找上了 不会武功的萧索 和初出茅庐的雷无杰 那他们到底是谁 就是那个占据了杀手榜 前八席次的杀手组织吗 没错 我姓苏 苏家 苏昌离 他乃是暗和大家长苏昌和弟弟 擅使俱剑功法霸道刚往 雷无杰被震得连连后腿 不过这一次没有大师兄在 就只能靠我们自己 你说错了 只靠你 说吧萧瑟施展踏云步转身就跑 而他真实的目的 却是引开其他杀手 好让雷无杰能有获胜的机会 可这踏云步虽然不用内力 却极费体力 面对杀手的穷追不放 眼看萧瑟威蚁 突然一杆大枪袭来 一招翻云覆雨 紧跟着燎原百里 再加上这白鸟嘲讽 来人正是司空千落 萧瑟这混蛋 只有我追 你们追不着 司空千落虽然功夫了得 但面对经验丰富的暗和杀手 他还略显至难 危机时刻萧瑟扔出遗物 随着清脆而动人的机关升起 铁球开花无数暗器射出 两名杀手顿时倒地不起 这便是唐莲交给萧瑟的保命暗器 佛怒唐莲 而此时的雷无杰都快被苏昌里打得找不到别人 但依旧死战不退 就在这时潇洒两人敢来 但即便这样也不是苏昌黎的对手 也只能摔出一颗霹雳子眼睛 趁机撤退 三人狂奔二十里 以为这下可以甩脱暗和的追踪 结果就在吃饭时 突然一滴水滴落入维吾姐眼中 接着又一滴水滴打向司空千落 两人当即中毒无法运功 而伤他们于无形的人 便是暗和穆家之人穆英 一手凝水绝加上弹指罪 总是能让他杀人于无形 众招之人都会被封住内力 若要强行催动 那便会经脉寸断而亡 肖瑟见状赶紧大袖一挥 让两人吃下蓬莱丹 可以暂时缓解此毒 但此时的两人已然不是沐英的对手 眼看局面在空 他无比嚣张 却不料这时肖瑟竟战了出来 你算盘打得很好 不过你还是忘了 他们二人内力赞偷 但我的内力还在 沐英怎么也没想到 不会武功的肖瑟 竟能传内力给两人 殊不知肖瑟虽然隐外受损 不能使用武功 但他却从如剑仙送他的无名书中 悟出了一套流转阵法 可以把他曾经逍遥天境的内力 借给连史 得到内力的两人 顿时有了一战争 而雷乌杰更是直接使出了 火灼之术第八章 震得牧英口吐鲜血 就在此时雷乌杰的耳边 却传来了肖瑟的声音 站在哪里抱着几时 其实在雷乌杰使出这一招后 已经耗光了肖瑟的内力 如果此时被木英看穿 那他们必死无疑 结果没想到雷乌杰这气势 竟真的吓跑了木英 但肖瑟知道这骗不了他多久 只能趁这机会赶紧逃跑 可肖瑟如今已经身体透支昏迷不醒 雷乌杰一直都是有头无脑 就在他们不知道 接下来如何是好之时 司空千露突然掏出了 雪月城的求救信号 一只穿银剑 千军外买来相见 殊不知这也同时通知了暗和的杀手 可庆幸的是 洛明轩还是先一步找到了他们 并把他们带到了剑心种 没想到竟遇到了小神医花姐 肖瑟因此得救 在我面前论剑 他明明身上没有一把武器 却能随手一挥招来数把背剑 就连暗和的苏昌黎都被轻易地击了 只因他是剑心种的种主 李肃王 起初雷乌杰和肖瑟被暗和追杀 幸亏遇到了洛明轩 而他正巧要来剑心种取剑 没想到李肃王大手一挥 敬送他七把宝剑 而当他看到雷乌杰的听血剑后 却直接给收了去 听语剑乃是当初他送给李寒一的礼物 本想着让他来接任这剑心种的种主 可李寒一却偏偏不肯 如今他却要收回这把听语剑 而这时雷乌杰却眼含泪光 直接冲着李肃王跪了下去 孙子雷乌杰不孝 剑国爱国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李肃王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 甚是高兴便决定要送雷乌杰一把更好的剑 随后他便带着雷乌杰来到剑国 只见大厅中间分别摆放着师傅画卷 而这画卷上正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十大名剑 也只有在剑心种才能一眼看个全 而这十大名剑分别是 无忧 排名第十 其剑银白如玉 剑身修气秀丽 被誉为天下最美之剑 双血 排名第九 乃是一把雌雄双剑 单剑虽然平凡 但双剑一旦何必威力惊人 浩雀 排名第八 此乃为正气之剑 具有浩然正气可斩尽一切邪魔 洞千山 排名第七 此剑自带浩然剑气 力量强大 可以撼动千山 引起万朝涌动 清削剑 排名第六 此剑中蕴含着大道至宝 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 破军 须有神力才能使用 星剑 排名第四 它是最特别之剑 可以通灵 必须要它认可之人才能使用 铁马兵河 排名第三 乃是尖极寒之剑 威力巨大 一旦施展如铁马踏破荒原 大明珠雀 排名第二 剑一风锐 出鞘必见喜 天斩 排名第一 也是剑阁中唯一一把没有记录的剑 它乃是天道之剑 只有天命之人才能驾驭 而李肃王要送给雷武杰的 乃是这排名第四的星剑 也曾经是他母亲李星月所用之剑 如今雷武杰身怀两柄神兵 战力又提升了一大截 而身受重伤的萧瑟 却庆幸地遇到了小神医花姐 其实施真将其救回 可追杀他们的苏昌黎并没有离开 虽然不敢进入剑心中 但却一直守在外面寸步不离 李肃王 巨剑腾空 天下第五名剑 霍军的仿剑 乃是我年轻师所助 也是许久未见了 李肃王来此时想为孙儿除去麻烦 可刚一交手雷武杰却提着星剑赶来 他想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我有一剑 剑先李汉一所传 名 若寻一剑 剑名一落随即一剑挥出 有了星剑的加持 雷武杰的剑气都变得浑厚了几分 而几招过后 苏昌离却重伤暴退 再看他倒也干脆 对于杀手来说 输了便是死了 一旁的木鹰剑撞直接逃之夭夭 他们这边算是暂时解决了麻烦 可大师兄唐莲却陷入了危机之中 原本是带着叶若一回唐门看命 起料竟发现唐门发生一变 唐莲越更是被软禁了起来 两人一路被追杀 而叶若一却身受重伤 他只能与之对战 不料这唐门师叔上来就放了大招 佛怒唐莲犹如暴雨离花 无数暗器从中射出 唐莲也只能勉强躲过 可叶若一却威仪 幸好无星及时赶到 一招自在心中神功 让其不受一点伤害 紧接着他大手一挥 地上暗器嗡鸣着飞向唐门之人 无星却趁着机会带两人飞身离去 原来无星竟然是赤王义父同怒的兄弟 赤王利用这点让无星帮他夺得地位 而无星却带走了被赤王养成要人的冥猴 可他一出现却惊得唐莲一哆嗦 你们是一伙的 是我让他来这里接用 他神志已失 但杀手的冥队还在 你不要轻易抗拳 话音刚落冥猴却突然转身 当即运转全身功力劈出最强一刀 却被眼前人轻而易举地打得倒飞回去 落地后刀身还在颤抖不止 你看到他拔剑了吗 他没有拔剑 只用剑枪 就将冥猴逼了回来 唉 为什么我一回江湖 无星如今在天外天闭关修炼佛法六通 已然到了逍遥天境 他自信不管遇到刀仙翼或者剑仙 他都有一战之力 当即便让唐莲带着叶若依先走 随后双眼金光一闪 并且神眼通加上其父亲 魔教教主的大家业长 两种顶级神功就攻了上去 结果却连这人的护体真气都攻不破 冥猴也在这个时候爬上一刀 却见这人怒吼一声 你不是想看我的剑 明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 他是冠绝绑上第四的怒剑仙 手里拿的更是天下名剑谷第五的名剑 王霸之剑破军 可他如此地位为何要对无星出手 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件 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 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 这恐怕有事长辈所回吧 拔剑之时寒光一时 两人顿时被震开 这便是怒剑时 以怒气催动 第一招一怒拔剑 你果然是怒剑仙 而怒剑仙一旦拔剑必要剑仙 即便无星用出了夜顶之的另一绝学无法无相攻 但在炎战天的破军面前还是被轮得转圈圈 最后时刻无星又使出了唐莲的口里键 然后冲着冥猴就是一声大喊 而炎战天之所以出现 那是因为受到了唐门老太爷的邀约 他与暗和勾结判出雪月城 阻挡前往雷门的各路高手 因为他们要在雷门大会上将雷门覆灭 如今雪月剑仙里寒一身受重伤 差一步化仙的赵玉珍身亡 雷无杰和肖瑟却被李肃王所救 逃走的唐莲跟他们会合后 火速赶往雷家堡 却不料半路竟被暗和两大家主给拦下 而他们一眼就认出了雷无杰手中的星剑 苏昌黎就是死在星剑之下 就在他们要动手之际 雷门八郡从后面赶来 他们是雷家精英弟子 八人合力雷顿阵更是能困逍遥天境之人 可他们这次面对的却是暗和两大家主 只是一招过后八人就隐恨西北 而继续赶路的雷无杰 却突然感受到了杀布剑的震动 随着震动越来越强烈 杀布剑却破侠而出 飞向了雷家堡 而另一边却见雷轰一跃起 一把抓住杀布剑 直接攻向了雷家老太医 原来雷门和暗和已经对雷家动了手 就在今日雷家堡召开英雄宴 众兵客一杯酒下赌 竟接连昏迷不醒 只剩下唐门之人安然无恙 而雷门家主雷千虎 却因为身中寒毒躲过一劫 此时大厅外走近一人 正是暗和穆家家主 穆与墨 唐门的仙侠路配合他的千珠镇 就算神仙也难防 来人正是雷门四劫中的雷轰 雷门中唯一破坏门规修炼剑术之人 只见他纵身一跃杀布剑从天而降 火焰布满剑身夹带着雷鸣 一剑刺向唐门老太爷 只是老太爷七十年的功力也不白给 一时间两人打得难解难分 而另一边的雷千虎本就受寒毒困扰 现在又以一敌三 在和穆与墨对了一掌后 直接引发了体内的寒毒 雷千虎 原来你的伤早已经深入血脉 你刚刚只是在硬撑 硬撑 破船还有三千钉的 说罢只见他双手金光汇聚 周身真气涌动 他竟然使出了天刚拳第九重 一拳击退唐门两大高手 二拳正飞目与墨 可就在他飞身追击之时 暗和大家长苏昌和却冲了出来 一招研魔掌直接击退了雷千虎 原本天刚拳的第九重就是自杀式一招 如今面对苏昌和雷千虎已经没有一战之力 只见天穹之中一道惊雷落下 苏昌和一招便被击退 来人正是雷门四劫雷云鹤 二次觉醒后他曾再次挑战赵玉珍 两人大战三天三夜不分胜负 见到雷云鹤回归 雷千虎终于可以安心地离去 临死前他把雷门之主的位置传给了雷虎 而他的死也彻底激怒了雷云鹤 只见他手指天穹 顿时天空大变 道道惊雷劈下 这便是九天隐雷数 而此时雷虹也走到他的身边 雷家双子星在此合体 是要为兄弟雷千虎报仇 可雷门老太爷却联合苏昌和 架起真气之强 紧接着又使出了唐门顶级攻凡 万数飞花 身上所有的暗器进击而出 纵使雷虹和雷云鹤联手 也被打得倒飞出去 雷门双子 果然名不虚传 但想要同时对抗这么多高手 也只有一个死字 不说 不死 就在这时雷无杰肖瑟的人感到 看到雷家被破坏如此 虎爷更是惨死 雷无杰顿时怒火中烧 当即使出了火灼之树第十仇 竟让他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 一息间直达逍遥天境 虽然雷无杰凭此能打的老太爷后退术 但以他如今的功力也只能坚持十招 面对拥有七十年功力的老太爷 雷无杰最终还是被打倒在地 接着就是司空迁落 此时他也瞬间顿武 领悟了父亲曾经教他的一招 枪招虽然刚猛有力 但却依然破不开老太爷的防御 同样被打得一口烟红吐出 接下来叶若伊和唐莲也都一一败下阵来 眼看众人威瘾 萧瑟竟强行使用流转之术 让自己的功力短暂地恢复到巅峰 一棍将老太爷打退 没想到最厉害的一个竟是不会武功的萧瑟 然而其实萧瑟这是用生命在救兄弟 他使用的乃是流转之术 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恢复到最强的功力 但这样会让他前功尽弃性命威瘾 面对曾经差一步就迈入那传说中神游玄境的萧瑟 老太爷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苏昌和见状前来帮忙 起料加上他的内力依然敌不过萧瑟 只因萧瑟那流转之术 让三人内力无限流转谁也伤不到谁 而苏昌和见此劲突然一掌拍出 使得三人内力逆转全部涌入到老太爷的身体之内 结果使其暴体而亡 萧瑟因此被反噬身受重伤 苏昌和却借机一掌袭来 眼看萧瑟威瘾 而众人全部身受重伤无法动弹 就在此时 一口真气话中落下 来人正是无心 无心只是轻轻的一掌打出 确证的暗和大家长苏昌和直接口吐烟火 苏昌和本想继续攻击 不料这时走火入魔的血月剑仙里 寒一却追杀过来 吓得他当即飞身离去 而雷门的危机也因为无心的到来就此解除 只是萧瑟因为强行运转秘法 如今体内隐脉混乱昏迷了过去 眼看性命危矣 雷无解给他卫下了续命三日晚 那三日晚可以激起一个人所有的生命力 所以无论受了多重的伤 多可虚面三日 但三日之后若还是治不好的话 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了 那你就更应该速速前去啊 幸得小神医画景及时赶到 只见他运气失真 这隔空超空的手法 让无心不仅发出感叹 我曾见过唐莲的一首万首废话 可真心不如 接着他又拿出繁缕双白花 将其打进萧瑟的身体 之后便转身看向一旁的两人 三人协力一同将萧瑟的真气 再次逼回到影脉之中 可就算如此也只是勉强续命 那怎么才能彻底治好的 海外仙山 彭来之道 一世仙人 补魂之术 而谢轩所说也只是传说 如今蓝月侯和大将军 人徒叶若英全部来此 目的就是要带走萧瑟 可却被雷无解众人给拦了下来 过此见证 杀 眼看双方僵持不下 萧瑟却站了出来 他决定要去海外仙山 治好自己的隐脉 纵使机会渺茫他也要去一室 几位少侠扬帆启航 经历数月终于登上这传说中的仙山 却见一人成云而起遇风而来 落在这河水轻石间 归可临至 荣幸之之 说吧下一秒就闪现到他们面前 这般先锋盗骨真如仙人一般 而他只是随手一指就能除去众人的一身疲惫 不等他们开口就已知晓他们的来意 是二位勇士玄魔 一个气息紊乱就快要死了 一个天生有缺应该早就死了 这可惊呆了一旁的唐莲和雷无解 要知道就算是神医也需要把脉才能知道病情 而眼前的仙人却只是看一眼 就能说出叶若伊与萧瑟的病症 只是他却从叶若伊的身上感觉到一丝的熟悉感 先生 你究竟是仙人还是 他叫墨伊修炼至今六十四载 但外表年纪却与唐莲相同 如今他的境界就是传说中的地仙 地仙 所谓地仙就是能改地上之事 改不了天上之日 先生 那我们的事算地上之事吗 自然 他们俩我都能一 众人听后一阵大喜 不料墨伊却提出了一个条件 他竟想要复活已经死去之人 不但萧瑟继续追问 他便相约三日后就消失不见 可叶若伊却看出了不对劲 他身上的气息与故事很像 自初自同意到门 可是提到愿望的时候 他的眼神突然变了 变什么 由仙剁魔 不寒而栗 虽然察觉到了古怪 但如今肖色的伤也只有他才能医治 而这仙山上其实还有一人 那便是雪月城大城主百里东军 唐莲在出城时 司空长风就告诉过他 他师父为了忘却一段痛苦的记忆 二次登上这仙山寻求梦活汤 可就在唐莲去寻找师父之时 却遇到了墨伊 不料竟直接对他出了手 说吧他随手一挥 水珠化剑攻向唐莲 唐莲惊险躲过后 用尽全部功力抵挡 眼看威仪 山剑里却突然一道真气袭来 唐莲也因此而得救 随即墨伊一道真气将唐莲打入山体之中 原来百里东军竟然在这里 只是他喝了孟婆汤已经昏睡不醒 可三日已过 墨伊就找上了门 而他想要的 竟是用叶若伊换取他妹妹的复活 他九岁进入逍遥境 二十四岁入神游玄境 四十岁便成为了当时唯一的底线 却迎一心想复活妹妹堕入鬼仙 而他却是十六岁才开始修炼 因为先天绝脉成为了练武器材 还曾受过墨伊的指点 如今两人竟要一决高下 百里东军持剑可为剑仙 挥刀可成刀线 两人大战惊天动地 墨伊更是随手挥之皆为无兵 漫山竹林无穷无尽 两大帝仙的绝世一战 引得天生一变 不过纵使百里东军手握三柄神兵 依然逃不出境界的鸿沟 要知道墨伊已入帝仙四十余载 而百里东军借助孟婆汤才刚刚破镜 坚持这么久已然不易 随着墨伊的八卦化万物最强一击 百里东军深受重伤坠落而下 此时墨伊已然追来 无奈他只好再次飞升而起 画纸为剑拦住墨伊 本以为可以让萧瑟他们离开 其料墨伊竟然使出神游分身 大袖一挥众人皆属到飞而起 就在此时一道身影突现拦住墨伊 来人正是国师齐天臣 师弟多年未见了 师兄好 原来墨伊竟是他的师弟 两人同出黄龙山道门 齐天臣更是墨伊的救命恩人 只是如今墨伊却因心中执念堕入轨道 气得齐天臣当即就是一浮尘甩出 虽然墨伊生生接了齐天臣三招 但却毫发无伤 如今看来即使两人联手 依然不是其对手 白里东军无奈只好以命相夺 但即便这样两人加一起也机会没忙 只是白里东军是谁 他可是当年孤身挑战魔教教主叶鼎芝的英雄 如今面对墨伊同样豪气冲天 这也激起了齐天臣的战役 好 就让我为白里城主开路 只见他佛陈一辉太乙狮子绝处 白里东军手指画剑直冲九天 三人大战于天穷 而雷乌杰他们只能在下面观看 因为这样的战斗 不到逍遥天境就连靠近都做不到 逍遥天境 却见雷乌杰迈步上前 回想着无星曾经交给他的大自在无敌抚魔神通 直到现在他每天都会打一面 而偏偏天空中的战斗 要是想赢就缺他这一门武功 只见雷乌杰插剑入地 开始运转火灼之树叶火镜 让自己强行进入逍遥天境 当即浑身炸裂直冲云霄 一套降魔拳法打破战局 好一招降魔拳法 两人随即把自己魅力传输给雷乌杰 让他全力打出一拳 却见墨伊终于出现疲态 可他突然双眼星红 当即运起八卦化万物控制竹林围攻而来 萧瑟身随枪洞 趁机冲到墨伊身前 只见他双眼冒出金光 这便是无星交给他的罗刹堂32门秘书中的心魔影 墨伊顿时进入了自己的心魔之中 只是身受重伤的萧瑟 还不等唤醒墨伊就已经身体不知坠落了下 但却在空中甩出了那孟婆汤 而百里东军一冲而上 一朝积水成冤将这孟婆汤细数打入墨伊体内 墨伊就此缓缓睡去 在梦中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妹妹 也终于知道了真相 原来当初妹妹只有那一块骨 却偏偏留给了自己 而她因此饿死在墨伊的面前 哥哥 因为你带我很难活下来 我想让哥哥活下去 好好地活着 妹妹的话让墨伊如梦初醒 同时这个拥抱也彻底洗去了她的心魔 她墨伊还是当时第一人 小女孩一人一枪 却要阻拦着千军万马 你是何人 天启四守护 朱雀 列南方位 话音一落就见她持枪而上 一招破风将这主帅发灌击落 随即一枪横扫千军将她击落马下 而女孩却不紧不慢地在地上划出一条线 过此限制 杀 手握千军的将军又岂会怕 当即一声令下 顿时喊杀震天 我以一枪不逍遥 助你重当 天启长龙位 她乃枪先之女四空前落 如今已入半步逍遥 一招翻云覆雨 沙土漫天惨叫连连 一人一枪进退千军 另一边无双城出城必经之路 雷无杰一人一剑站于竹上 只见她手拿名剑榜排名第四的兴剑 此刻犹如战神附体 面对无双城大师兄带领的数十人 竟然豪言一战 结果只是一招 无双城中弟子接触倒地 如今雷无杰也如半步逍遥 而她手中的新剑 更是剑心之圣可号令万剑 你们的剑都拒我 自然也不会是我的队子 无双剑侠 我已经期待很久了 不料这时宋燕回静从天而降 作为无双城的老城主 她已经是半步剑仙 曾经三次问剑雪月剑仙李寒一 那时的雷无杰只有金刚镜 但却也逼着她拔出了剑 如今两人半步逍遥对上半步剑仙 当年你给了我一剑 让我明白了我拔剑的意义是守护 如今我要还你一剑 你太狂妄了 我还年轻 可以狂妄 说罢两人一剑定胜负 电光火石不等旁人探亲 两人已经分出胜负 雷无杰嘴角流出血丝 而宋燕回却手臂躺起 而唐莲此时却在一野外客栈喝酒 不过门外却是暗和谢家家主 谢七刀 率领十数杀手被其拦下 话因为洛书的暗器射向唐莲 却被其轻松接下 随即一掌阵退上前之人 谢七刀慢慢地走了进来 唐莲虽然是雪月城的大弟子 但最让人忌惮的却是她的唐门顶级手法 万数飞花 可既然已经脱离了唐门 唐莲变发时不再使用暗器 殊不知也正是因为她的这般坚持 最后却让自己遗憾而终 如今她只想用百里东军教的武功 七斩星夜酒摆在桌前 只见她一杯下毒 顿时浑身真气有动 竟然让她短暂地跨入了一个境界 只见她一掌灰出 磅礴真气呼啸而出 冲上来的四人顿时被击飞 而随着一杯接一杯的下毒 暗和重杀手接连倒地不起 逼得泄气刀竟然要求饶逃走 而引起这般大战之人乃是萧瑟 自从蓬莱仙岛回来后 他和叶若伊的病症是治好了 但明德帝却突然重病不起 白王和赤王开始了蠢蠢欲动 同时狼牙王唯一的子嗣也找到萧瑟 天启是你我终将对我回去的地方 只不过我们各自有不同的时机 如今你的时机已到 而我的时机还未到 我还缺一把火 我为你们点燃这把火 随即萧瑟便一人一马重回天启城 可一旦萧瑟出了雪月城 各方势力得到消息全部出洞结杀 北面有支持赤王的陈洛英 东面乃是白王麾下无双城 南面更是重伤雪月剑仙里寒一的暗和 这其中戏面才是最危险的存在 冠绝榜仅次于仙人墨衣的穆良城城主 孤剑仙 洛青阳 这是少年歌行里最燃的一幕 陈大将军叶孝英之令 救永安王与危难之中 各位将士 可愿随我出兵 不得决议 不得决议 只为能让萧瑟一人回到天启 不仅叶自营全军出击 甚至蓝月侯也集结了八百虎奔狼 你们是否愿意为纵马回城的永安王 闯出一条血路 而作为天启四守护的朱雀司空千诺 正在以一人之力抵挡陈虎率领的千军 他以一枪路逍遥 驻得萧瑟重登天启成龙位 杀多少人 那来多少 我便杀多少 今日我落成军 便与你在此 血战刀铁 就在此时 叶若伊带领叶自营杀来 只是一个冲锋 陈虎便血剑当场 这便是人徒叶孝英的部队 打仗从来都是迅猛快速 而阻拦萧瑟的不止这一支部队 但有多少人想杀萧瑟 就有多少人想要保护他 天启四守护一人一路 替萧瑟踏平一切来犯罪 唯独这西面的不见仙 骆青阳 却没人是敌手 要知道他可是当时 仅次于仙人墨衣的存在 而他这一路只有 枪仙四空长风去应对 不料却被白胡适取消 枪仙前辈这一次 也入了冠绝榜前三角 但仍比骆青阳稍逊一场 枪仙前辈 有自信来得住他吗 我大师兄 他也是卫力二家 可在雪月城 每天我都揍 话音刚落却见一柄 剑翘平空起来 司空长风提枪抵挡 却没费任何力气 剑翘原路返回 直接插入剑中 这人便是 骆青阳 只是一句话没说 司空长风就知道了他的答案 好吧 这个人无意出场 您是怎么知道的 他剑翘上的剑翼 已经告诉我了 既然骆青阳不出手 那么司空长风 便不会参与其他的对战 可没想到 萧瑟竟遇上了 怒剑仙岩战天 而萧瑟一直认为 当年废他武功之人 便有震怒剑仙的参与 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 可他如今虽然修复了经脉 但也只是精刚反击 以怒剑仙的地位 根本不屑与之交手 我还不想杀你 因为我的徒弟 想跟你有一场 更公平的决斗 我期待你成为 真正高手的那一天 等到那一天 我再来杀你 接着萧瑟一路急行 又遇到了蓝月侯 本以为他也是来拦截自己的 殊不知蓝月侯 集结八百虎奔狼 就是为了能护送 萧瑟安全回到天气 就在萧瑟刚刚过去 手下士兵却察觉到了 后方有着大部队的追赶 而追上来的人 却是刚刚击退落成军的 司空千落和叶若依 雷吾姐也在这时赶到 四守护 唯独不见大师兄唐莲的身影 大家都到了 唐莲也应该出发了吧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担心谁也不必担心他 有了他 事情便能安然地解决 千落师姐说得非常道 雪月城大师兄 殊不知唐莲此时 为了阻挡暗和的谢七刀 竟饮下这七盏星夜酒 强行破镜 一步踏入逍遥天境 我曾做少年戏人剑 见那世间最盛景 我曾一曲唱进凡尘歌 遇那作茧不悔人 这便是唐莲留在 世间最后的洒脱 一连五杯下毒 唐莲话语为真 暗和杀手皆数倒地 只剩下谢七刀一人 紧接着唐莲便喝下 这第六杯星夜酒 顿时浑身真气涌动 一身的伤也瞬间 当即挥刀劈出数道钢器 可为是一晚此时的唐莲恢复到了巅峰 旋转跳跃躲开攻击后 全力挥出一拳 只见拳刀相交两人纷纷后退 却见谢七刀手中钢刀化为碎片 可唐莲还有一杯卫影 见状他便要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但雪月城又岂会与暗和谈条件 随即唐莲挥手招来最后一杯星月酒 一饮而尽是要与之决战道的 而谢七刀也只能使出最强一招 真气划刀在一分为期 只见院内碎石全部漂浮于空 谢七刀剑撞大惊 呼得一声甩出真气之刀 而唐莲一声怒吼万数飞花 所见之物皆可无兵 却见谢七刀倒飞而出 直到现在他也不敢相信 这一世杀人无数如今也只能怒目原争不甘死去 只不过唐莲也游进灯库 成为了又一个一难平 可萧瑟又怎会让唐莲白白的牺牲 如今重回天启城 他宴请全城有头有脸的大人 结果却没有一人到场 这开眼还有一个时辰 一个人都没来 莫及 原来这一切都是白王和赤王在捣鬼 作为天下皆知的天才皇子回归 一旦让他拉拢了人心 那么他们想要争夺皇位的野心 就会被直接拍在沙滩上 所以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威逼利用 不让这些人去参加宴席 这样萧瑟将会威望全无 那么他也就没有机会再争夺皇位 可眼看着时辰即将过去 这时门外却来了第一个人 客人已经到了 迎客的人要提前离开吗 在这个时候第一个到的人 也证明和萧瑟最亲近 势必会被整个天启城记住 他也即将会迎来白王和赤王的暴露 但他明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 还依然能来 那是因为当初人人都看不起他的时候 是萧瑟伸出了援手 才有了如今的他 现在即便冒着生命危险 他也要站出来支持萧瑟 这三门十九府 你叫他酒店掌柜 他很厉害 三门十九府 是以天命斋为首的 天启城内九流能派的联盟 天启城关家管不到的事 他们能管 大商家无法燃脂的黑色产业 他们能做 大理寺无法勘测的消息 他们也能得到限索 总之啊 是天上的强龙也压不死他们 可他们虽然是有能力 但在那些皇宫贵族面前 他们也只是侍井之徒 如果来的只有他们 那么只能证明萧瑟示弱 却带不来半点的威望 可就在白王和赤王幸灾乐祸之际 宴席上又来一人 他乃是北离第一首富 萧瑟为了致病登陆 蓬莱仙岛时与智节时 而他却给萧瑟送来了一份大礼 天启城的四大豪商 虽然依附在赤王门下 但他们却清楚地知道 赤王可以让他们获得最大的利益 而沐家却能一夜之间 让他们倾家荡产 不过一直到现在宴会上 没来一个官家之人 那就证明天启城 还没有承认萧瑟这个皇子的回归 而这时三门师九府的人见 时时不开心 开始了心声不满 兄弟们可能会觉得 是不是 他们的地位不够高 面子不够大 先听他们几个 不足以让六皇子看一眼了 就在这时蓝月猴来了 可萧瑟却依然紧锁眉头 显然他要等的人不是蓝月猴 拿我当礼物 未免有些 何太尊重老朽了吧 听到这个声音 萧瑟终于松了一口气 来人正是百官之手 太师懂不住 原来萧瑟早有安排 他将狼牙王的配剑交给了太师 而这把剑曾经救过太师的幸福 他的到来是为了还一段人情 太师一道 那些还在观望的文武百官 纷纷不请自来蜂拥而至 无心从小就被当成质子留在北厘 父亲是魔教教主叶鼎之 母亲却是北厘皇妃 他想知道父亲之死的原因 便找到了雪月剑仙里寒一 我阿爹 最后跟他接触的人是谁 一个女子 他和孤剑仙抢仙我们一步道 他和叶鼎之天面说了一句话 你也顶着就拔剑刺了 这个女子便是无心的生母轩妃娘娘 为了知道父亲究竟为何会自我 无心悄悄闯进了天启的皇宫 本以为凭他的武功 世上很难有人是他的对手 其料刚一进宫就被发现了 深夜入宫 有何贵干呢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这宫里就算爬进来一只蚂蚁 我都会知道 这人便是五大监之首的锦宣公公 仅仅就是一招 无心就身受重伤 但却凭借佛法六通中的神祖通逃灵 正巧逃进了锦宪公公的轿子 两人曾经在大凡因寺大战过一场 锦宪知道他是萧瑟的朋友 便把他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萧瑟回到了天启城 大百宴席请来 整个天启城有头有脸的人 不仅有太师 甚至国师齐天臣也前来捧场 最后逼得白王和赤王只能纷纷赶来 其料萧瑟这么大动干戈 为的却是祭奠大师兄唐莲 这幕后黑手赤王健壮心中不悦 便要起身离去 却见萧瑟几人飞身一跃拦在他的面前 就在剑拔弩张之时 重病缠身的明德帝突然驾倒 更是吃下了用来祭奠唐莲的豆羹饭 明德帝显然是来给萧瑟撑场面的 而随着他的离开 萧瑟举办宴席的目的也大功报成 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没有等到吴星的到来 等到他利用白小堂找到吴星之时 却发现吴星身受重伤 差一点就一命呜呼 你不应该小看皇宫那些高手 尤其是五大剑 没有一个是好对付 还有很多大内高手 连我都没见过 如果你只是想见玄飞一面 或许我能帮你 随后萧瑟便来找锦仙公公 他在江湖上还有另一个称号 那便是风雪剑审静中 右手杀生一剑祭出风雪枯萎 左手慈悲佛珠青脸破灭魂飞 他向往的是江湖豪情 一剑逍遥 一旦皇帝驾崩就必须要去皇陵守灵 而萧瑟却答应他 只要自己夺得地位便还他自由 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他帮吴星见到轩飞 隔天他以进宫半点香里为由 让吴星假扮成小太监 不料却被锦仙公公给拦了下来 可奇怪的是他明明认出了吴星 最后却并没有声张 不过还不等吴星与轩飞相认 轩飞却突然中毒昏迷 吴星赶紧运功为其疗伤 起料就在这时世王突然出现 原来赤王早就知道了吴星进了皇宫 而他却借机让轩飞喝下了有毒的茶水 吴星怎么也没想到他竟然如此狠毒 就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能下如此毒手 而赤王设计这一切 就是要将吴星炼成药人 成为自己对付萧瑟的秘密武器 接着夜鸭拿出了一颗药丸 扬言只要吃上三天 他就可以让暗河无所匹敏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阻止萧瑟救治白王 我已经知道暗河被赤王收入囊下 放心吧 华锦姑娘的周围 我已经安排了许多隐卫相守 只不过这些隐卫无法进入王府 所以那日的白王府 反而是最危险的时刻 小神医兽萧瑟所拖前来为白王医治眼镜 雷吴杰跟锦鱼守在门外 却见一人大晴天地撑伞而来 执伞鬼苏木鱼 咱们又见 暗河第一剑客 值得我来一次剑 如今两人合力的一剑 纵使苏木鱼也难以抵挡 而他却有备而来 只见一群暗河杀手从天而降 诡异的是他们被打倒后 依然勇猛冲杀好似没有痛胆一般 并且真气源源不断 犹如金刚不坏之身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既不知道疼痛又不知道脾弱的 我是打不动啊 他们还一次比一次更强 不仅雷吴杰惊奇 苏木鱼更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所以他只是站到一旁并没有动手 而就在此时 这些杀手突然接连吐血身亡 这让苏木鱼顿时一惊 殊不知液压的药力只能坚持一炷香的时间 如今时间已到 这些不完美的药人再度运功 便遭到了反噬全身经脉进断而亡 差点被这几个 奇迹无名的杀手给解决了 说出去还真丢人呢 画音刚落意黑袍人突然袭来 身形极其鬼魅 更是一掌便接住了雷吴杰和锦玉两人的攻击 雷吴杰顿时一惊 此人正是无心 可还不带他喊出来 两人便被无心一掌击飞 随后无心闯进房间 慕春风被他随手一挥就倒地不起 画锦更是被他一掌打得口吐鲜血 眼看着他运足功力要拍向白王 却被一根无极棍拦住 来人正是萧瑟 他将无心逼出屋外 但四人合力攻击也只能勉强和无心打个平手 听到萧瑟的一声大喊 无心的眼神开始变得恍惚 他也停止了攻击 眼看无心眼神开始闪烁 一旁观战的赤王大胆不妙 因为诡异夜压曾经提醒过他 如今的无心还没有完全炼成 但他为了能够除掉白王 却铤而走险提前动用了无心 见状他赶忙现身换回无心 退下 却见无心听到他的声音后 再次变得两眼无神 听话地站到他的身后 可即便萧瑟众人拦住了外面的刺杀 赤王还一副胜券在握的表情 哎呀可惜了 这是我藏的最好的一个棋子 本想让他最后的 二哥是个聪明的人 但他有个缺点 就是太容易信任别人 他最信任的那个人 带着他走向了绝路 谁也没想到白王的小跟班九皇子 竟然是赤王从小就安排在白王身边的卧底 此时屋内已经无人看守 只见他手持匕首来到白王床前 一刀下去却插不进身体半分 而还不等他反应过来 暗台上的三寸之地起动 无数暗器齐发直接射向了他 这个 救我 我败了 我们走 赤王怎么也没想到他猪斑谋划 却进阶被萧瑟破解 不过只要无心在他手中 那么他就有对付萧瑟的筹码 果然为了救出无心 萧瑟雷无解假扮公里夜闯后宫 来找萧妃娘娘 你们两个这是 是来杀人吗 不杀人 只求萧妃娘娘一滴血 一滴血 只因无心被炼制成药人 就是因为萧妃的一滴血 所谓药人皆有人主 念药人需要以血为瘾 而这滴血必须是至亲之人的鲜血 要想救治药人 同样需要这滴血 萧妃得知了无心就是自己的儿子后 便立马给了萧瑟一滴血 可萧瑟刚走 赤王就出现在了屋中 原来萧瑟的行踪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萧瑟没走出去多远 便被一人拦下 却见萧瑟顿时怒目而视 因为眼前的面具人正是当初废他武功之人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萧瑟不顾功力上的差距直接冲了上去 却被面具人轻易地击退 而就在这事萧瑟从天而降 随后萧瑟便与此人大站在一起 只是没过几招他就被打得深受重伤 但他却打落了这人的面具 而他也因此丧了命 不过逃出去的萧瑟却猜出了他的身份 与此同时赤王在宫里的内应也陷了深 原来武大监之首的锦璇竟是赤王的麾下 而这次叛乱也是出自于他 他们口中之人便是狼牙王之子萧凌晨 如今他已经露面 大将军叶孝英更是偷偷出城 集结狼牙军拥护萧凌晨 二十万大军一路势如破竹 各地驻军根本无法阻挡 而萧瑟却派出了白狐狮找到了萧凌晨 得到消息的萧瑟 不但不赶紧调兵守城 还让蓝月侯和叶若伊带兵出城 萧瑟所做的一切 让蓝月侯觉得他更像是和萧凌晨一虎 但如今他也只能赌一把 率领部队出城 而萧凌晨的狼牙军毫无阻拦地冲进了天启城 长驱直入地进入了皇宫之中 随之而来的还有前五大监的酌心公公 他本应该死守皇陵 如今却不奉皇命擅自来此 为的却是手中的龙峰卷轴 所谓龙峰卷轴就是历代先皇传位的诏书 一共会有两份 一份交由五大监当场宣赌 另一份交由青天坚保管 这便是当年留下来的另一份 而这上面就写着 当年传皇位的乃是狼牙王萧若峰 就这剑拔弩张之时 萧凌晨却从卓星手中拿过龙峰卷轴 却见这上面写得真如他所说 先帝要传位之人就是萧若峰 起料这时萧凌晨看后 静一掌将其击得粉碎 接着又一枪挑了卓星 锦炎见状立马飞身逃离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和萧瑟设下的计谋 目的就是引出那霍乱朝纲之人 当初的狼牙王就是为了这卷轴而死 如今被萧凌晨彻底回去 接下来没人能再以此来作乱 但大将军叶孝英却不答应 他原本只是一名杀猪宰羊的屠夫 是狼牙王改变了他的命运 更是从万军从中救过他的性命 这四年来一直都暗中折服 就是为了要给狼牙王报仇 如今就差最后一步 他不甘心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 皇宫之中顿时喊杀震天 而只要这么打下去 那么今日必将血流成河 北黎王朝的萧氏皇族 也会就此被抹去 可就在这时 一片火光从天而降 镇的士兵们四分五散 来人正是雷武杰 昔日北黎八诸国之诸国大将军 狼牙军行军就好 雷孟莎之子雷武杰 请 全军退避 狼牙王萧丽辰 请全军退避 永安王萧丑 请 全军退避 这三人一个是叶孝英的大哥 雷孟莎的儿子 一个是他要为其报仇的狼牙王之子 还有一个是狼牙王最看重之人 叶孝英无法对他们出手 而明德帝也在这时下罪几招 为狼牙王平反 恢复了肖凌晨狼牙王爵位 赤王竹篮打水一场空 败得一塌涂地 他是当时最强的杀手组织头领 原本就算剑仙都逃不出他的手掌 可却偏偏遇到了诡异液压 大家长想做江湖第一人 又如何舍会这十几个人呢 况且等到将来 那些人会成为大家长手中最锋利的刀 绝对不会背叛 此举确实大大的提升了杀手的战力 仅凭五名普通的杀手 就能与雷无杰和警卫大战上板回合 可谓精当不坏越战越勇 但最终却遭到反噬暴铁而亡 这引起了苏木宇的不满 他曾经说 要带领我们暗和走向光明 彻底摆脱杀手的苏木 可为何他会变成如今这个样子 他的欲望太强了 为了拯救暗和 苏木宇接受了萧瑟的合作 但条件是暗和以后 只能是江湖中普通的门牌 不能再以杀手的身份存在于是 因为暗和的实力过于强大 他们先后重伤血月剑仙李寒一 道剑仙赵玉珍更是因他们而死 就连大师兄唐连也跟暗和的 泄漆刀同归于尽 又有谁 上来就想做杀手 说服了苏木宇后 萧瑟又叫来了天女蕊 她是唐连的红颜之锦 萧瑟曾经答应过他 一定会让他亲手为大师兄报仇 如今时机已到 今晚就要除掉暗和的 大家长苏昌和 话音刚落苏木宇出现 站在了萧瑟身边 这是苏昌和未曾想到的 他曾经也是苏家之人 与苏木宇也是最好的朋友 要知道作为杀手组织 朋友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奢侈 而这大家长的位置 也是苏木宇让给他的 可他如今却离经叛道走上了歪路 为了自己的权利 将族人一个个派去送死 你走你的鬼门关 我踏我的断魂桥 说罢两人动手 苏木宇散下的十八笔飞剑进出 苏昌和更是动用绝学研磨掌 暗和两名顶尖站立的对决 快如闪电 在这一招过后 苏木宇口吐鲜血 苏昌和的胸口也中了一箭 这却让他暴怒 眼看苏木宇已经不敌 这时萧瑟终于出手了 无极棍夹带着道道惊雷 将苏昌和一棍击退 苏昌和见状虚晃一招就要逃跑 起料这时树把桃木剑 突然出现将其拦下 随之而来的是 两名身穿道袍的少年 他们也是萧瑟找来的 并不是萧瑟杀不了苏昌和 而是他想让身边的朋友们 全部能够了却心中的仇恨 只见飞轩一声怒吼 一只巨大的狮子虚影出现 这便是赵玉珍的太乙狮子诀 而李凡松剑指天穷 一剑花万剑 这是赵玉珍的无量剑阵 顿时打得苏昌和节节败退 但时间一场两人功力上的不足 便显露出来 苏昌和先是正非两人 然后又一掌将李凡松击飞 就在这时苏昌和的身后 突然有暗起袭来 他刚刚躲过却迎面袭来万千飞针 苏昌和顿时一震 辗转腾挪奋力躲闭 几息过后他气定神闲 既然中了暴雨离花针 那他的结局也无法改变 苏昌仪走到他的身前 送了他最后一程 最终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暗和大家长 死于了自己的贪婪和欲望之下 而萧瑟也借此机会引出赤王 来就被炼成要人的吴星 可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铃声 吴星顿时真气爆发 将萧瑟直接震飞出去 原来是诡异夜鸭早有准备 这次营救吴星的计划在此落败 而更糟糕的是 赤王接下来直接找来了冠绝榜 排名第一的孤剑仙 骆青阳 既然雷无杰三年成剑仙 那我就一年成剑仙 你以为他是在吹牛 可他确实有真材实料 年仅十三就能控制吴双剑侠里的石柄飞剑 要知道百年来无人打此成就 而他还有更豪横的时候 师父 让个坐 吴双这么一坐 就代表着他即将成为吴双城城主 可对面的五大长老却不同意 我还就坐上来了 怎样啊 吴双城乃是唯一能和血月城叫板的势力 要想坐上城主之位 必须经过五位长老的认可 可他们已经勾结了叶松涛 就在今晚要抢走吴双城 不料宋燕回镜找来了吴双 吴双虽然是天动气才 但却记性不好 他看不上的人从来都记不住 而面对叶松涛他更是不想浪费时间 吴双当即打开剑侠 一口气喊出五把飞剑 直接攻向叶松涛 而他却悠闲地坐下来看热闹 更气人的是他还一副无聊的要睡觉的模样 眼看叶松涛被耍得团团转 这时吴双却看够了 便一派剑侠祭出了第六把飞剑 此剑一出叶松涛再无还手之力 可即便吴双胜得如此轻松 五大长老还是以吴双剑职长辈为由 称吴双没有资格当着城主 而接下来吴双使饼飞剑气出 直指他们的面门 更是狂妄地叫嚣 这下震惊了五大长老 要知道只有十三岁就能控制石柄飞剑 那未来必定会是剑仙的存在 甚至有可能冲击那传说中的神游玄境 更何况他们想反对也打不过这眼前的孩子 此刻起吴双便成为了吴双城年纪最小的城主 一年后冠绝榜排名第一的洛青阳 天启成问简 吴双便独自一人前来 他要战一战这当时第一人 听说吴双城出了一位新城主 年轻有为 但没想到会年轻到如此低 前辈 请自教 话音一落却见吴双剑侠打开 吴双进一口气超控十二柄飞剑围绕周身 没想到他只用了一年便成为了剑仙 可面对他的攻击 洛青阳并没有拔剑 而是一气化三清 三道真气化作的残影 抵挡着十二柄飞剑根本就碰不到他分后 而后他只是一台手 强大的真气瞬间就逼退了飞剑 飞剑术确实是一门绝妙剑术 但作为一名剑 若手中没有真正握住一柄剑 终究还是会差了几分 握在手里的剑 我也是有的 却听一声奉鸣 吴双剑侠里的第十三柄剑出桥 这乃是名剑谱上排面第二的大明珠犬 而这把剑其实是把魔剑 需要以血来喂养 只见吴双运足功力 一剑劈下 夹带着漫天火光 终于逼得洛青阳挪动了位置 洛先生 如何 好剑 值得我出剑 吴双是洛青阳自打问剑天气以来 第一个能让他拔出九哥剑职 就连贯绝榜排名第三的怒剑仙 都没能做到 而洛青阳一拔剑就使出了大招 活伤剑武 他曾独居荒城二十载 只为悟出这沧桑大道 观看者皆逃不出这凄凉之影 这便是传说中的剑势吗 那我便占九哥 火七凉 毕生大喊吴双也使出了最强一轴 不见人影指纹凤鸣 神鸟朱雀迎战七凉剑影 两人交战电光火石 一触即分 吴双城有你这样的弟子 是他们的人性 前辈之间 不似人间之间 晚辈大开眼见 话落吴双突然心口一通 跪地吐出一口鲜血 他终究还是败了 起料洛青阳却在这时挥出一道剑影 吴双只能闭上眼睛 可这危机关头一根无极棍突然出现 而来人正是萧瑟带着天启似守护 今天这个人 你杀不了 他刚走进剑阁就有一把剑主动认主 接着所有剑一拥而上 而他却一一把他们打回原位 只赢他想要的却是这门中的天斩剑 即便是狼牙王 当年也没有能打开这道门哪 若论剑术 我比王叔更强 说吧他便一而强 引来九把飞剑围绕周身 只见他手指金光大胜 随后一道金龙显现 金龙一剑 而此门一开 剑阁里所有的冥剑都开始瑟瑟发抖 随即漂浮于空 刚刚还抢着任萧瑟为主 现在却要将其击杀 似乎在守护着大灵 不允许任何人对他不敬仰 只因这大门里面装着 乃是排名第一的天斩剑 据说只有天命之人才能使用它 现在只有让司空迁落抵挡这剑阵 萧瑟趁机进入密室之内 可当萧瑟手握剑柄之时 却突然进入了幻境之中 父皇 很奇怪吧 你为何会在剑阁中剑到骨 他父皇如今明明重病在床 却生如红中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萧瑟知道自己中了心魔患症 他曾经无比敬仰父皇 却因为狼牙王被冤枉致死 导致他对父皇恨之极致 所以才产生了心魔 杀了骨 杀了骨 就能了解你心中的愤恨 这也是你 无功费剑 躺在暴雨泥潭之中的 心里的想法吗 不是 这一刻萧瑟突然醒悟 他对父皇不是贺而是遗憾 当即挥剑斩断着心中之灵 然而画面一转 他的朋友被洛青阳打成重伤 他想阻止已然来不及 也就是这一时的心软 让他从幻境中醒来 接着就被一股强大的剑气打开 这同时也说明他没有完成天斩剑的考验 与此同时守剑人出现 既然如此萧瑟也认为天斩与他的大道不合 如果拥有天斩却让他无情无义 那他情愿不去此见 而这时的司空千落已经是强弩之末 外面的剑阵使他遍体鳞伤 殊不知萧瑟陷入幻阵这看似短暂的时间 其实外面已经过了三个时辰 就算司空千落逍遥天境的实力 也已经功力耗尽 这道门一旦关上就再也打不开了 你此次取剑未成与骆青阳一战 只怕是凶多吉少啊 萧瑟取这天斩剑就是为了对付骆青阳 而这骆青阳乃是当时第一的存在 他为了悟出凄凉剑影 一人霸占一座城池 数十年如一日的感悟 终于让他修炼出了剑士国伤之剑 如今为了帮助赤王 他来到天启城 问剑整个天下 第一个来挑战的就是怒剑先炎战天 我的剑来了 你问吧 怒剑先为当时五大剑先之一 手持天下冥剑苦排名第五的破军 他的剑法只有三招 以怒气催动第一招一怒拔剑 如此凶猛的招式 骆青阳却只是用手指一挥轻松化剑 炎战天接着用出了第二招一剑怒战 剑气化剑万千咆哮着冲向骆青阳 两人的交战惊天动地 但却电光火势 一戏剑两人便收剑入鞘 炎战天的第三招一怒剑回也已经用完 再看他握剑的手颤抖不停 此时他已经身受重伤 而骆青阳却镇定自若 显然这场战斗怒剑先输了 接下来年纪最小的剑先 无双城城主无双也败给了骆青阳 无奈之下萧瑟只能来取天斩剑 可却因为大道不同 萧瑟放弃了这天下第一的冥剑 而是带着剑阁中主动认他为主的九把长剑 来挑战这天下第一的骆青阳 所谓裂国剑法 乃是北离开国皇帝所创 只有皇室一族可以修炼 并且飞天纵其才者不能修炼 可萧瑟带着九把飞剑的攻击 却还是破不开骆青阳的防御 劣伯剑法破风镜 没想到此生还可以再次剑到 划落他抬起 就将萧瑟手中之剑震碎 同时他也被逼退树上的 接着萧瑟一次次的攻击 而长剑也一柄一柄碎 而仍然撼动不了骆青阳伴 劣伯剑法确实不错 但只是破风 只见萧瑟手指金光闪现 长剑围绕周身 犹如无双的飞剑术一般 隔空操控飞剑化作一条金龙 随着金龙的攻击 终于破开了骆青阳的真气护体 决国剑法分为四剑 分别为绝生 破风 金龙和碎天 如今萧瑟用出了金龙 逼得骆青阳拔出了九个剑 使出了他的绝学国伤之剑 却见他挥舞间商城浮现 无云盖饼 凄凉剑一遍布全场 无双就是败在了这凄凉剑下 却见萧瑟此时突然性情大变 开始破口大骂 萧瑟的这一操作顿时 让在场所有人懵圈 作为天启最有天赋的皇子 他一向言行举止温文尔雅 从未有过如此泼妇骂街的形态 殊不知他这是跟雷乌结学的骂剑爵 专门破解骆青阳的凄凉剑 我说够了 骆青阳当即愤怒地批出一剑 虽然剑气凶猛 但却已经没有了凄凉之力 而是满腔的愤怒 这凄凉之意居然就被破了 随即萧瑟与之大战在一起 可没过几招他的剑再次化为粉碎 骆青阳随即一剑将萧瑟劈飞飞 这么多日来 你还是第一个逼我用出这一剑的人 话音一落只见他飞尸而起 却见他双眼星红 九个剑顿时移化时 这便是凄凉剑最强一招 明月里魂能使出这一招 同时也说明他进入了传说中的神游玄境 而就在这危急时刻 雷乌结即是赶到 他仰剑三日 使出这剑心一顺 可那也只能抵挡这一剑 眼看雷乌结无法抵挡 却见三道身影纵身飞来 这便是最新的天启四守护 可如今面对进入神游玄境的骆青阳 他们不堪一击 随手一挥就将他们打得中伤 可他们明知道是以卵击石 却依然甘心赴死 一次次地冲上去 又一次次地被打得口吐鲜血 肖色剑仙骑骆青阳 我要问剑可有不途 肖色剑状突然爆起 浑身真气涌动 破碎的剑如石光道流斑 重回到他的手中 当他手握双剑倒到金色金雷闪现 强大的气浪震的雷乌结等人争不开双眼 只见他双手持剑飞身披向骆青阳 但神游镜又岂是凡人能敌 肖色还是被轰飞出去 可他刚才爆发出来的意志 却唤醒了剑阁中的天斩剑 天下第一的冥剑 净冲破静置 划破天启城的上空 悬浮在肖色的头顶 不断翁鸣着向他沉浮 这是天下第一剑与天下第一人的对决 这旷室的对决没有几人能看清 只是觉得眼前白光一闪 惊天动地 整个天启城都为之颤抖 最终的结果是洛青阳要坐高高在上的天 而肖色却斩了这天 他就这么轻轻一水 手中的九个剑径直接划破长空 飞向了皇帝的寝宫 蓝月侯想要抵挡 却被瞬间击飞 接着国师用浮沉将其挡下 蓝月侯也赶紧输送内力给国师 这才勉强拦住此剑 但同时两人也身受重伤 可这强大的剑影 却将原本就并重的皇帝阵的口吐鲜血 而九个剑被挡下后 又原路返回到了洛青阳的手中 但他却因为刚入神游玄境遭到了反噬 师兄 你来了 这突然出现的声音 竟让洛青阳恢复了神智 要知道如果他这一剑劈下 那么当场所有人都会因此丢了性命 甚至整个天启城都会生灵涂炭 因为神游玄境的一击可撼动天地 而这个声音正是让洛青阳牵挂一声的宣飞 只见他眼里的心红消退 周身外泻的真气也慢慢消退 走火入魔的洛青阳竟被宣飞的一喊救了一遍 我来了 这却让幕后布局这一切的赤王心生愤恨 当即带着无心就闯进了雪落山庄 如今的无心被赤王炼成了要人 而他的功力也因此大增 就算逍遥天境的雷无杰加上司空迁落两人 也不是其对手 没过几招就被无心按在地上摩擦 而赤王却想趁机要了两人的命 还好叶若伊即使出手 可他却接不住这第二剑 就在这时萧瑟挥剑出现 萧瑟你的伤 鸡血把一身内力都给了我 现在昏迷过去 萧瑟因为对战骆青阳 在最后一刻手持天斩剑 使出了列国剑法最强一招碎天 虽然接住了骆青阳的礼魂 但他却也因此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如今白虎使将自己的功力传输给他 换取了他在战的机会 而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救醒无心 只是如今的无心已经是半步神游 他们根本不是对手 但就在这时萧瑟突然想到他们出剑时 无心交给他和雷无杰的武功 这套拳法雷无杰每天都会打一遍 当初萧瑟还嘲笑他 这在街边摊位上随便都能买到的招式 如今却能打掉无心的杀气 接着萧瑟提剑上前 只见他双眼冒出金光 这便是无心交给他的心魔影 此招一出顿时让无心想起了过往 雷无杰也趁机一拳将解药打碎 让无心吸入鼻中 可还不等无心醒来 骆青阳带着轩飞又从天而降 原来无心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自己的结束 所以提前交给了萧瑟和雷无杰能救自己的武功 而无心之所以会被炼成要人 那都是他故意为之 就是为了寻找这破解之法 因为从世王去天外天找到他那一刻起 无心就发现他已经被全力冲昏了头脑 而上次在宫里 为了抓住自己 甚至还给亲生母亲下药 果然无心的预料成真了 只见轩飞突然一阵头晕 无心见状大手一挥 就从赤王手中把铃铛吸了过来 你是想以这东西 胁迫我和孤简先为你杀人吧 他居然给他的母亲也偷偷下的要人之术 鱼儿 你 挡你不道 自此赤王的所有布局全部落败 自知无法存活索性自我了断 而之后萧瑟把皇位让给了二哥白王 他则跟着雷无杰等人再次踏入江湖 雪落即无声 少年一萧瑟 从此他便只有这一个身份 在江湖上续写属于他们的传奇